内罗比是肯尼亚的首都 这座城市里共生活着大约314万人 其中200万人都居住在城市贫民窟 在这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电线和管道就这样随意地裸露在街道上 吉维拉是肯尼亚最大的城市贫民窟 这里没有完整的汽水排水系统 卫生条件很差 居民还需要到固定的卖水点买水 在贫民窟内,内罗比水公司修建了很多水站和管道 在每个水站都有专人负责卖水 社区居民便按需买水 贫民窟的政治情况也很混乱 在每个社区都会有水贩子 其那些在当地通过非法控制水源而获利的团伙 由于贫民窟中并没有无间断供水 自来水每周只能供应4天 尽管马赛雷内有自动售水亭 并且价格较为低廉 但由于售卖机与卖水中间商的利益产生冲突 售水亭会被偷接管道 截取自来水的水贩子所损坏 从而高价售水获得利益 此外 贫民窟居民的营水安全意识不足 也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在鸡尾拉贫民窟中 一万卖水超过20年的百岁老人 这样与我们分享 根据走访发现 在马赛雷贫民窟的小学校设立 学校我对孩子进行营水卫生教育 每周会有一节30分钟的卫生课 同时校内有自己的水箱 并且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水杯 学生和老师们也会反复强调生活卫生的重要性 但这并不足够 因为真正存在问题的是 家长对营水安全问题的忽视 从而模糊孩子们的认知 令学校的 社会各界力量 如NGO企业 联合国等也在积极关注这一问题 其中国际院只有KiWash 受了USA的援助和支持 旨在通过开发和管理可持续用水 改善九个县的肯尼亚社区民众的营用水 以及生活环境 考虑到受人隐喻 不如受职隐喻 KiWash在建设先进的 浸水储水设备的同时 以储水受水点为中心 进行医院学校等社区基础建设 但由于工作机制不同 甚至有些NGO会开展冲突的项目 有一些最大的反省 我认为KiWash 我认为KiWash 我认为其他NGO 在KiWash 在KiWash 费用钱 对他们的 他们正确认为 同时我们 他们正确认为 人们在KiWash 他们正确认为 他们的金融 为生命 但是 给我们 费用钱 可能是最重要的事 你能做 一天,可能是一天,二天,那就是 我们设计了一节饮用水安全课程 从安全饮水的重要性和饮水的误区 以及对现有问题的解决方便出发 通过实验向孩子们展示如何正确安全的饮水 到今天我们准备整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从完本的一个 focus在drinking water additive的一个问题上 改到去教育他们一些 deseases的一些问题 还有当他们的知识点跟他们的父母 教他们的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教他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 这是一个逃脚战 我们希望课程能够推广 希望来自世界的更多人 能够了解这里的情况 并且找到正确的渠道帮助 希望政府要加强管理 提升政府公信力 加强民众公通 ident谢国政府应该做 助于 rolled力满 没关系 所以他们在lungen 渐步海干 很好 有很多人 艺术 ск humans